我们继续来讲一下添加一个新的告警 讲解之前的话呢 前面的话我们漏了一下 我忘了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张图了 然后的话就是这张图的话 就是我们前面的一个定义的一个规则 就是说我们那个前面的前面这个 在PremierMessage上面呢 在这里面的话是先定义了一个监控规则 监控规则下面又定了一个告警规则 然后那个这边然后生成一条告警信息之后 这个事件会发送给AlenderManager AlenderManager呢 然后根据我们的一个路由信息 然后那个会把这条信息 然后进行分类 然后去发送给相对应的一个人 然后的话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 好那个我们来继续这件 然后添加这个一个新的告警 然后的话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添加了一个一个磁盘空间 比如说四小时之内磁盘空间满的 可能我们这边的话是那个应该不会满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去把它这个值调大一点相对应的 因为我们没办法去 去模拟 然后一个磁盘空间板 然后的话呢 下面是定义的一个什么 下面定义的是一个 一个实例 然后那个当机 这个的话我们到这可以模拟一下 来看一下 LandManager Not 那里来定义一下 1 2 然后的话我们这次我们直接复制吧 因为手锹的话 比较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们复制完然后我们已经修改一下 这边应该是没错的 Disk 这是个报占信息 下面的话是一个表达室 大家看到 然后先这个的话 我们这个表达室直接写到这个里面去了 上面这个是什么 上面是这个表达室 是前面的表达室 这一件内容 是我们在另外一个文件里面定义的 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件 然后这个的话都是全部表达室都写到这个里面去了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改大一点 改成400 400应该会高点 等一下我们可以去尝试先去咨询一下 好 然后这个 我们也是把它让它设为一分钟 大家看到然后这个这个警报级别的话 我们把它修改了一下 然后下面是一个引用的一个标签 大家也认识到也是引用的它们一个模板语言 我们在那边的那个看一下 然后11小时 然后这下面也是 up 这也是个表达室 这个是使用的这个上面一个表达室等于0 1分钟 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我们去重新应用一下 然后 然后 kill -9 -hap 然后1853 好 我们这里面来再去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应该有三条规则 三条规则的话 那个磁盘空间是没有报警 然后的话这个实例实例也是没有当掉 嗯 这个实例没当掉的话 我们去把它 嗯模拟一下把它当掉一下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我们要当掉哪一个 嗯 从这里看 然后一个up 我们先那个先看哪一个 嗯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它是那个instance 这上面这里面都是有instance 然后的话我们去当一个哪个呢 我们去当一个 嗯 Docker服务吧 嗯 当一个这个 当一个Docker服务 然后的话我们 嗯 嗯 在这个上面嘛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Docker 直接停掉 stop stop 然后的话 嗯 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服务已经当掉了 我们这里看一下 这里 应该会持续一分钟 然后这个磁盘空间满的话 我们 嗯 看一下这个表达式 这个表达式为什么 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 我们填400还是 它也是买不了的 我们填500 500还不行 嗯 填一个 800呢 800还不行吗 1000 1900 1900是肯定满的 然后的话我们是1000 1000 1000 也是1000个小时也不会满 1000也不满 18 18 18是会满的 18的话会满 等一下我们去 嗯 去那个换成个18的 Job Job等于node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停的 是不是有那个问题 看 嗯 大家看到 然后只有这些节点 然后你停的话才会 那个才会起效果 比如说这时候的话 我们停Docker的话是不可以的 停Docker的话 实际上我们停的是这个服务 然后的话 匹配的是匹配的哪些 匹配的是这个 只有这些服务停掉 然后他才会 进行一个 出发报警 所以我们停这个 没有任何意义 就还给它起来 然后我们把那个 这节点里面去把它停一下 然后是node 然后kill -9 嗯 然后的话1521 现在的话应该是 可以了 嗯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 这个是已经停掉了 嗯 这个已经停掉的话 这边应该是已经报警了 大家看到这里 那个incidence这里 已经报警了 已经报警的话 我们把这个磁盘这个边的话 我们也一起给它改一下 嗯 嗯 这边 我们给它改成 440 不会满 改成 1900 大家看到 吃完这个空间 那个野兽会 已经报警了 大家看到它这个 还报了两个 20.174 20.174 9100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那个 因为那个它这个一个 那是两个驱动 大家看到 那实际上其实是一个的 这个DV 这个这个这个空间 和它的空间是那个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那个表达式的话 可能那个写的 还是那个 有一定的问题 因为它直接是匹配了两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表达式 大家看到它是匹配了两个 实际的话 我们是需要匹配一个 都可以 它这个 这个是Root FS 这个是一个设备的 所以说呢 我们是需要匹配一个 都可以了 但是的话我们这边 嗯 我们这边就不写了 我们都知道就行了 然后大家看到 这个是已经做了 这个呢 也是 现在这边的话 应该是 收到了三个信息 看一下 三个信息 这一个是报了两条 然后还有一个 因此它是当掉 放机的 然后啊 我们那个 嗯 那个稍等一会的话呢 我们这边都应该会 那个去收到一个邮件 我们那个 嗯 会稍等一下 大家看到 然后 嗯 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报警信息已经过来了 大家看到它是 我们默认 然后没有进行 然后认个分组的话 它是把三条信息 那一次性 然后 那个发过来了 那个三条 然后告警 Lib1 Lib2 Lib3 好 那个 关于我们这个 这次新添加的一个告警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